68. 楚天金報2015年7月22日報章17經濟法眼 吸毒女縱火燒惡室鄰居兩台空調遭殃 楚天金報信吸食毒品產生幻覺 吸毒女陳某警用打火機點燃加中物品 火勢蔓延 鄰居張先生加也無辜受牽連 記者作息 紅山區法院一審議放火罪 判處陳某有期徒刑4年 今年1月11日11時許 家住紅山區某小區的陳某在家中吸食毒品 產生幻覺 竟然用打火機點燃燃了室內的藏商用品 火勢迅速蔓延 引燃了室內其他的物品 並向外蔓延 將鄰居張先生加的兩台空調遭殃 接到報警後 消防官兵及時趕往現場 將名火撲滅 當天 警方將陳某抓獲歸案 並先將其送至戒毒所強制隔離戒毒 記者將傑琴實習生超田卡拿通訊員洪發 作為錄裁所 詐欺貫